上次孩子爸说他不想做那个厨房打闸的了 他说那个工资不高 然后想辞职了 我就没有同意 叫他在那里好好地干 虽然说现在工资也不是很高 慢慢地跟别人学炒菜的话 到时候也是还可以的吧 叫他在那里好好上班稳定点 到时候给我们多一点的生活费 好给孩子们也吃得好一点 这个月他给我们800的生活费 我还摆摊也可以给孩子好的生活了 他不听就觉得我不理解他就生气 每次一问他工资多少 他都不说问了几次都问不出来什么 然后问他花哪里去了也不说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他了 这几年也为这些事情吵得闹得 我都是没有脾气了 我妈种了这个红薯 地里面长了好多的杂草呀 他都没有时间来扯 我现在在讲能帮一点是一点吧 扯了一个下午才扯了这么一点点 也挺晚了的该回家去了 回到家老爸也去看我回来了 他说他想去看看罗汉果都没有怎么长 叫我弟弟看一下两个孩子 我就跟他去看一下就回来了 上次我不同意他辞职 然后就生气一直都没有说话 直到育中的时候他才说他没有米吃饭了 急得很 我们也还没有花完没办法 就给他150 然后问了他几句他还生气了 老爸在上面还种了几球田的百香果 有一些这个果子呀长得都挺大了的 怎么就痒了 老爸拍给他们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摘了几个来吃也都还是挺甜的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痒了可惜了 老爸还在那里干活我就先回来做饭吃了 最后他也没有离我的话也没有回 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说过话 昨天晚上他跟小西瓜视频的时候 他说过几天回来 我猜可能是要带小西瓜去医院的吧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准备米来 我爸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 然后家里面的活呀也好多好多呀 还是帮他们一天试一天 然后等孩子爸来了 他来接我们再去吧 这时候我妈也回来了 然后他跟我一起做饭 昨天他去吃酒席的时候 打包的这个剩菜就拿来这样子热了 就随便吃了 这样子热就会比赛了 有没有离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